感染新冠肺炎之后到底会出现什么症状呢 湖北武汉大学追踪了140名病人得到了结论 医生发现发烧是最常见的症状 99%的病人都是从发高烧开始 其中有一半的病人除了发烧之外 还会干咳感到疲倦 有三分之一的病人会感到肌肉痛呼吸困难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也发现 高达八成的确诊病人病情都很轻微 只有少数的病人会发展成重症 只有5%的病人会恶化到有生命危险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武汉大学研究归纳的病情发展过程 第一天病人会开始发烧感到疲倦 肌肉痛肝咳 有少数病人在发烧出现之前 一两天可能会拉肚子或者是呕吐 到了第五天病人会开始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形 特别是年长者还有患有慢性病或者是呼吸疾病的病人 第七天这是一般新冠肺炎病人进医院治疗的时候 第八天病人开始会变成重症 会出现急性呼吸压力纵合症 因为肺部出现的液体导致呼吸困难 到了第十天病情还持续恶化的病人就必须送进加护病房 这个时候病人可能会腹痛胃口也会跟着下降 新冠肺炎死亡率低 根据中国官方所公布的最新死亡率只有3.4% 症状如果持续到了第十七天 除了少数恶化到会出现生命危险的病例之外 一般的病人到这个时候就会自动痊愈离开医院 不过要特别小心的是有些人在被感染新冠病毒后的第五天 甚至是感染超过五天之后都还不会出现病征 另外新冠肺炎的感染者在开始出现病征的时候 症状和一般的肺炎非常类似 不过新冠肺炎的病情会发展的很快 这时候就知道病人是感染的新冠肺炎了 如果是一般性的肺炎 医师会开抗生素 病人的病情很快就会好转 感谢收看 我是李诺亚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